好這兩題麻煩對一下答案一定要寫好嗎 一定要好好寫一下 好的人看到隔壁 隔壁的第九題請你們十字交成一下吧 隔壁的第九題 可以 我教你們檢查的方法好不好 第一個就看可不可以提供一次 不行的話就用什麼 就用十字交成或乘法公式 好來吧 十字交成應該怎麼做 6跟10 來要怎麼猜出19 3x跟什麼 2x 然後這邊呢 5跟2都是正的對不對 相交叉相乘是不是得15x加4x 是不是等於中間的19x 寫答案的時候怎麼寫啊 抬頭看一下這邊喔 寫答案的時候呢 你應該要寫3x加2乘以2x加5等於0 可以嗎 可以嗎 嗯 所以呢 A乘以b等於0的話 是不是有可能是他為0或者是他為0 所以在寫解的時候是3x加2等於0 或者是2x加5等於0 可以嗎 所以x會等於是負的3分之2 或者是x等於負的2分之5 沒錯 我也有寫過 臉可以啊 這第一題 再來第二題 第二題寫寫看 第二題讓你們寫看看 再把9移過來就好了 第二題先等一下再寫 來如果是分數的啦 我先講這個 如果是分數的應該怎麼寫 這個有方乘4 不用用多分的 左右同乘多少 3 左右同乘3喔 怎麼會是3 3就不能把6消掉 同乘多少 6 所以左邊乘以6 右邊也乘以6 來他乘以6 2分之1乘以6是不是3 這個乘以6是不是就是 就是6乘以6分之7 66消掉 是不是7x 負1乘以6是不是就減6 然後0乘以6是多少 0 所以你就會把4值換成這樣 換成這樣之後呢 14交乘一下 怎麼配啊 3 3 1 然後這裡要怎麼配 1 2 5 6 2 然後咧 誰是負擋 2還是3 因為這乘下來是負擋 2 2是負的還是3是負的 2 對2是負的 好 所以呢你在寫的時候 欸交叉這邊我就不算囉 在寫他的分解的時候 是不是寫成3x-2乘以x加3等於0 所以x是不是就等於是 欸他為0的話x就3分之2 他為0的話x就是什麼負3 所以就兩個答案 這樣嗎 問題 好沒有的話就把旁邊的列寫